嗨 大家好 我是Linda 今天又來跟大家聊聊 騎車出外運動的時候要怎麼防曬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防曬的方法 我們分身體跟臉來說 臉的話呢 基本上因為我運動的時候其實是會上妝的 上妝的話呢 基本上就會有 第一層是臉部用的防曬乳液 防曬乳液本來就有隔離系數了 再來是隔離霜 隔離霜又有另外一層防曬系數 接下來還有女生的Fondation 就是粉底液 粉底液呢 或是有人可能用BB霜啊 什麼的那些也都有防曬系數 再來是定妝的粉餅 臉部的部分我覺得有這四層其實就非常非常的足夠了 在臉上上妝的時候呢 有一個小小的秘訣一定要提醒各位女生們 就是我們騎車的時候啊 這邊是有安全帽帶的 所以你臉部的妝一定要上到 最好是耳朵這邊 到下巴脖子上面一點點都最好是要上妝 漏掉了這個部分的防曬 到時候就會曬出安全帽束帶的痕跡 要不然就是你在擦身體的防曬乳的時候也記得一定要擦到脖子 還有耳朵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有看過非常非常多的車友記得防曬臉記得防曬身體 但是耳朵沒有防曬所以每次騎車回來耳朵全部都曬紅曬黑在脫皮 其實也是會很痛的 臉部呢因為每個女生的習慣不一樣 那如果堅持運動不上妝的女生們呢 建議大家一定要上臉部的防曬 那一樣要記得就是把安全帽帶的地方都一定要有差 才不會到時候曬出安全帽帶的曬痕 臉部的部分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來講一下身體 身體的防曬呢基本上我會在穿上車衣之前就把全身都先擦過也是防曬 不管是用噴的還是用擦的都好 我自己防曬我會選擇最高的50 然後會選擇防水的 因為畢竟我們騎車會大量流汗所以一定要防水 那因為每個人使用的防曬品牌不太一樣 所以我沒有辦法一言以蔽之的去告訴大家多久之後要再補 基本上你可以看你自己使用的品牌的那個簡介上面會告訴你 你這一罐大概一般兩個小時三個小時或四個小時之後還要再補 那補的時候記得也是要把汗擦乾再補上去這樣才會有效果 擦完全身的防曬之後呢接下來就是做物理性的防曬的部分啦 那物理性的防曬大家可以看到旁邊的桌上我已經準備好了 包緊緊的方法要怎麼包呢 像是我們一般穿這個短袖車衣啊 就還可以使用防曬的袖套 那要跟大家特別提醒一下就是在袖套的選擇上面啊 記得不要選擇到Wormer 因為Wormer就是保暖用的袖套 就是讓你冬天保暖用的 防曬的部分你就要選擇涼感袖套 才不會你夏天用Wormer然後熱到不行 因為Wormer通常它會有毛毛的材質 好所以呢就是穿好袖套之後呢 記得在穿袖套之前已經要擦完防曬囉 OK所以穿完袖套之後呢 戴上手套 大家就可以看到全身是完全被包覆住 是沒有任何露出來的皮膚 這樣子呢就是全套的防曬 臉的部分呢給大家看一下 有這種產品就是你可以把它當微波 也可以當頭巾 各種用途 真的非常非常怕曬的女生呢 很多人也會這樣用 套過來 然後騎車的時候 就這樣拉上來 再加上騎車用的風景 安全帽 基本上呢 你就全部都包住 這樣你就沒有任何的皮膚露出來了 覺得這個魔術頭巾啊 這個微波很好用的地方是 其實像我們很喜歡騎西濱啊 西濱空氣很少 所以你碰到在騎乘空氣比較不好的路段的時候 這樣子也可以幫你隔絕一點 灰塵跟空氣中的粉塵 我覺得也是蠻不錯的 然後冬天也可以隔絕一些冷空氣 所以我覺得這個 魔術頭巾微波這種產品 是每個車友都一定要背一個的 像是 冬天騎的時候 脖子沒有辦法保護到 就是風一直吹很冷 用這個微波其實也是非常非常適合 然後它又很輕巧 便於攜帶 洗的話 它又是Polyester的材質 又非常容易乾 所以大家準備一條這個 以背不死之需 我覺得非常適合 好那聊完出門騎車要怎麼防曬呢 也要來聊一下 萬一真的在戶外運動 曬紅 曬傷了 要怎麼回家護理 那琳達自己的護理方式是非常非常基本的 首先呢 我回家會先沖龍水澡 鎮定一下皮膚 再用 我會膠 把患部所有紅腫的地方全部都擦過一次 在患部不紅之前 我就會反覆的一直補充乳會膠 到皮膚開始脫皮了之後 這個時候 因為肌膚比較乾 所以我會再補很多的乳液 一直到全部脫皮都掉了 那這次 曬傷就護理結束了 事後呢 就是不斷的上身體乳液就好了 那因為琳達自己防曬的方法呢 是非常非常基本的 不曉得各位車友們 我們自己的防曬小妙招 希望呢 大家都可以在今天的影片下方 分享你的防曬小秘訣 以及 Hag那些你出門騎車 不知道怎麼防曬的車友們 大家互相交換一下資訊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結束囉 謝謝大家 喜歡我的影片 朋友記得在影片下方按喜歡 訂閱Linda Love Cycling 同時打開小鈴鐺 這樣琳達有新的影片上線 才會通知大家哦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掰掰